104 北京神報 三大棋子尾盤跳水多空營將激烈爭奪 2015年7月14日證券投資B06昨日 戶子慣性高開 隨後在權重股大動下稍有回落 盤中一度飄露 隨後小盤股再度發力 帶領藍籌股上衝 戶子一度站上4000點整數關口 尾盤股只跳水60點左右 最終收報3970點39點 漲幅2.39% 收報半年線 創業板只大漲5.8% 成為市場主要做多動能 市場信心進一步恢復 盤面觀察 兩市行業板塊幾乎全線飄紅 漲跌加數比接近11 共有1500隻個股漲停 4隻個股跌停 且均為補跌的小盤股 市場延續了報復性反彈的局面 銀行 保險行業的幅超過3% 成為市場僅有的兩個下跌的板塊 金融股前期表現得比較抗的 對於增量資金形成了較強的消耗 同時 小股票的報復性反彈 對於藍籌股形成一定的擠出效應 證券 石油板塊也出現佛力跡象 整體漲幅落後 暗示指數短期進一步反彈 將面臨較強的阻力 S 此板塊表現不強 暗示了市場資金仍然以挫殺的優質股 作為投資標的 對於題材股則表現得比較冷淡 相反 前期跌幅比較深的互聯網 智能家居 國防軍工 次新股板塊幾乎全線漲停 維持著市場的人氣 整體來看 權重股的低迷制約了指數進一步向上的空間 中小股票在經過報復性反彈之後或將面臨分化 中長期要對市場抱有信心 首先 國家級呵護股市的力道歷史罕見 一憑三回 財政部 國資委軍出台相關措施維持市場穩定 同時 多家上市公司也表示 未來六個月內不減持公司股票 其次 經濟基本面運行平穩 6月份 C.P.I.同比上漲1.4% 暫時寬鬆政策依然可期 上半年出口增長0.9% 進口下降15.5% 指標雙雙好於預期 經濟的平穩運行對股指形成支撐 最後 去槓桿接近尾聲 近期兩融魚雅連續下滑 目前 護心兩市的融資融圈魚雅已經下降到了今年3月底的水平 從槓桿水平最低的兩融數據內看 可以預見市場中的高槓桿至今幾乎消失 而融資源額的加速回落 避免了本輪去槓桿進程以接近尾聲 當然 市場的空方力量得會善白金優 三大旗指作日美盤集體跳水 顯示了短期多空營將有一番爭奪 操作上 一方面 關注超跌的創業版個股 與互聯網 信息看全等 另一方面 長期佈局金融 地產等低估值品種 同時 留意本輪比較抗的大消費版塊 魚食品飲料 醫藥等 民族證券段小威觀點組合中信證券 A 股開合雕欺P 石十年今年互港通開通 明年 M.S.C.I.F.G.S.E. 將再度審議 A 股能否納入其標竿指數 而 Q.F.I.I.和 R.Q.F.I.I. 額度也還會持續增加 預計未來一至二年 A 股中境外投資者的增量規模可能達到過去十年 累計完成的水平 外資趨勢性流入 以及市場開放後帶來的股值和波動性的國際化 既有利於結構性低估的藍籌股以及機械設備 醫藥等行業中的稀缺性標的提升股值 又會強化A 股與美股、港股等全球性重要指數的聯動 加實基金對A 股掌期樂觀近期市場出現大幅震盪 加實策略增長基金經理的極人認為 從長期角度對A 股相對樂觀 下半年機會更多來自於結構性行程 看好改革、創新、穩增長三類線屬下的行業及主題機會 他同時強調 後市投資個股分化張家劇 挑選龍頭股至關重要 丁傑人認為 從長期看 優質的創業版龍頭沒有股值泡沫 傳統行業的股值體系與它們並不能互相適用 僅看股值高低不代表是否有價值投資 決定的結果 他現在的建議 是否幸運 都會有在此 有互相的失敗 在家的社群中 任何人認為 嗯 未來的